而人类一名驾驶19号上午开车行进路口 绿灯准备右转 突然被一辆闯红灯的轿车冲撞 对方甚至直接肇事投意 也让他气得报警处理 而警方追查 原来肇事驾驶是一名外警女子 但她根本就没有驾照 意思是因为心虚才会老婆 白色轿车绿灯起步准备要右转突然 一辆闯红灯的黑色轿车朝左侧冲撞过来 吓坏车内的驾驶和乘客 白车上的驾驶傻眼 准备靠边停车并下车 却看到这辆肇事的黑色轿车 镜子里去 她有车子有稍微慢下来 我想说她应该会下来 因为她往前开躲的瞬间 她的副驾驶座 还摇下车窗跟我两回手 我觉得这个动作会让我觉得 莫名其妙 事发在19号上午7点多 成型女子开车陪着朋友上工 从河堤南路准备右转时 被闯红灯的黑车给擦撞到 造成左侧车头擦伤毁损 肇事者又逃离现场 她立即报警 索性车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经检测双方驾驶没有酒驾 疑似是外籍女子开车肇事 但无照驾驶心虚 所以肇事逃逸 警方表示将会依规定开罚 记者郭正义云林采访报导